我們稍微做個結論 我們稍微做個結論 到底誰該買這個Magic PR的自拍三腳架 Max Pro 我們做個結論吧 那到底誰要買 那麼做個結論吧 到底誰適合買這個Magic PR的自拍三腳架 Max Pro 我覺得第一個就是你減輕重量 就是你可能自己一個人拍攝 分享生活日常的話 你可能就是放口袋機 手機或是GoPro這種小相機的話 又不需要帶那種笨重的三腳架出門 隨身攜帶輕鬆的三腳架 那就可以來看看這個自拍三腳架 或是你有自拍的需求 自拍也是一個重點就是 你平常的三腳架不可能拿來當自拍棒 你會重死自己 那這個因為重量都在下面 所以你拿的重量不會很遠很遠 就是你不會手痠啦 就是你可以重量都維持在你靠近身體的部分 那你自拍也會比較輕鬆一些 那第三個 第三種呢 就是你假設需要擴充一些小配件 像是自拍燈或是無線麥克風之類的 因為像普通的自拍棒應該是沒有這種擴充的地方 那相機上面也沒有讓你擴充的地方嘛 所以你就只有那種 那位MAX 那這個MAX PRO呢 就比較特別 那第三種就是你可能想要擴充你相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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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想要加無線麥克風啊 還有什麼自拍燈之類的 這個MAX PRO 就有這個冷靴可以讓你放一些小小配件在上面 OK 那我們就來做一下 那我們就來做一下結論嘛 到底誰適合買這個MAGIPR的自拍三腳架 PRO MAX 那最後我們來 那最後我們來做個結論吧 到底誰適合買這個MAGIPR自拍三腳架的PRO MAX 那第一個我覺得 那第一個我覺得就是你不想要 那第一個我覺得就是你一個人出去拍攝的人 那第一種我覺得就是你自己一個人想要單獨分享東西 就你沒有一個拍攝團隊幫你拍攝的話 那這個就是一個輕鬆的狀態 你可以輕輕鬆鬆用兩根手指頭就拿起來了 三腳架自拍棒 然後還有你的相機 你如果帶整支三腳架 你應該沒有辦法那麼輕鬆就把它拿起來吧 你要扛一大堆器材 然後又再加一根三腳架 多麼麻煩 這樣輕輕鬆鬆的 就可以直接帶出門輕鬆拍攝 那第二種就是你有自拍需求的人 第二種就是你有自拍需求的人 像是自拍棒這個就是自拍 那還有另外一個就是這個遙控器的部分 假設你就是擺遠遠的 那你稍微想要自拍一下 那有遙控器也非常方便 就你不用再請別人幫我按一下 或者是在那裡定時十秒自動拍攝 那很麻煩 我直接遙控器按一下 我就可以輕鬆拍攝 第三種人呢 就是你可能選這支 不選其他的自拍三角 第三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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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種人呢 就是為了要擴充一些配件 就是假設你要無線麥克風 然後再加一個小小的自拍燈之類的 就可能你要選Promax 這一款自拍三腳架才有這個東西 那你選其他的自拍三腳架 可能就沒有這個東西 然後高度可能也不太夠 所以你想要有比較厲害的擴充功能 然後有比較高的高度 你就可以選這個 MAGIN皮牙的自拍三腳架 Promax 好 那之後我們今天的 MAGIN皮牙 Pro Max的自拍三腳架 大家的開箱跟分享影片 當然喜歡這個影片 按個讚訂閱我的頻道 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這邊有一個全部都是開箱影片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我的名字是卡尼文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 MAKE SURE YOU CHECK IT